真的,我告诉你,从现在开始到年三十晚上,每一天要念礼佛,可以多念一点。 观世音菩萨昨天说的,很多人在元旦之前念了很多礼佛,已经消掉很多页了,昨天晚上说的,观世音菩萨。 那从现在到过年,念几遍礼佛呢?每天,至少可以念二十一遍,这是我跟菩萨讲的。 嗯,就是说,不是至少,就是说,可以念到二十一遍。 念到二十一遍。 如果这次又是观世音菩萨慈悲,给我们又很多忏悔的经历。 对啊,真的,就是要忏悔啊,不忏悔不灵的,不忏悔你得不到新的那种启示,而且智慧,而且你在春节元旦,春节之前,你必须要念很多,因为你要知道去就迎新啊, 你去不了旧的,你赢不了新的。 嗯,明白明白,那是否还是这二十一遍,还是忏悔金生金事的业障,是这样吧? 对,就是忏悔金生金事的,因为就单单一个金生金事,已经做错很多事情了。 很苦的。 那这样下去的话,小房子有什么要求呢?一周必须保证几招的时候,有要求吗? 小房子啊,很简单,没关系,这是特殊情况,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元旦的前面,这段时间是特别给你们的,所以小房子跟不上没关系,不会激活。 的硬式后,很搭露。 的硬式后不强 Develop。 对,好的原因。 好